蔣市長 這個會期是你上任之後的第二個預算會期 那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記取去年的教訓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去年你提到我們議會的預算在住宅基金裡面 你有一個計畫叫做梨園社會住宅 對嗎 如果你記得的話 這個梨園社會住宅呢 它是你的都發局提出 也經過你在市政會議上拍板確定要做的計畫 可是非常不幸的 在議會審議的過程當中 這個梨園社宅的計畫竟然大轉彎 要變成梨園兵葬專區 我非常的訝異這件事情 因為在我們議會裡面 你擁有了市政府 你也掌握了議會的多數 可是你卻沒辦法說服你同黨的議員 在議會裡面 來支持你所提出的梨園社會住宅 而後來你的不夠堅持 現在你也致死惡果 我不知道今天蔣市長 你上午經過辛亥路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有我們大安區的居民 在舉步條跟你抗議 就是六張里的居民在抗議 現在原來梨園大樓的用地竟然要變成殯葬專區 現在在地的民意 因為你這個貌私的突然轉彎的計畫 已經整個沸騰起來 我不知道蔣市長 你到底有沒有去聆聽有沒有去了解 還是說你當市長以來就像一個天龍國的王子一樣 高高在上 對於最支持你的大安區的居民 你從來不曾去關心他們的權益 所以今天啊 我要送你一份禮物 這份禮物我希望你務必要收下 因為這不是苗波亞議員所做的 這個是在六張里當地短短不到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之內就有超過了1200個民眾連署 在反對梨園大樓原址來設置殯葬專區 我希望蔣市長你可以指派你的都發局 你的殯葬處指派你的新任的王副秘書長 來到我們六張里社區傾聽在地的民意 不要說從你過去的選區牽見到我們選區裡面之後 現在還要影響到用殯葬大樓來影響到 我們大安區六張里地區居民的生活品質 我希望蔣市長 你不要做一個高高在上的天龍國的王子 你要做一個願意傾聽市民民意的市長 所以在這個月 希望你可以讓你的市府官員 來到我們六張里來傾聽當地 超過1200位居民的新生 所以希望我們夠收下民政 對於新生的侵犯 每一個人有名有信有電話 絕對不是兵工捏造 市長好 剛才前面程序發言的時候 我跟你請託 請我們的這個 王復密書長 帶都發局跟殯葬處 一起到六張里去瞭解 當地反對興建殯葬大樓的民意 這個可以做到嗎 可以 好 接下來進入正題 今天大家前面都在問你說 金華城怎麼辦 對不對 那麼剛才你說這個停止 勘驗 這是你現在的措施 但是 除了停止勘驗之外 有沒有其他作為 目前依規定 依法 我們是 停止施工勘驗 沒有 你無能為力 其他的 不能再有其他作為嗎 剛才我認同請會助議員講的 今天所謂發函問法院 這叫虛晃一招 因為呢 我已經可以預言 法院的回函一定是叫你說 請依照台北市政府職權著處 一定是這樣 你這張函唯一的作用 就是讓你在面對這兩天 所有施政報告的質詢的時候 你可以講這個答案 就如此而已 法院不會告訴你這棟建物 你應該怎麼處理 因為這個是權力分立的原則 台北地方法院 又不是台北市長 也不是台北市建管處 他哪有資格在你建造還有效的時候 就說你這個要停工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要來跟你探討 在法律上我覺得 還有 應作為能作為的地方 我請你考慮一下 要不要作為 市長你知道行政程序法裡面 主管機關對於行政處分 其實有廢止的權限 你知道吧 而這個廢止 一般來講 我們可能會擔心說 喔 有信愛保護的問題 可是行政程序法第119條 你看一下 行政程序法第119條裡面 第一款他就講了 以詐欺脅迫或相關的 賄賂的方法 使行政機關做成行政處分 如果未來台北地檢署起訴審慶金有行賄的行為 市長你覺不覺得這符合 行政程序法第119條規定 你也是法律人 你應該很熟悉這一條不是嗎 你覺得呢 你在起訴的時候 如果審慶金裡面有行賄的行為 你是不是可以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3條 加119條 作為廢止掉你原間的原處分 同時保護我們台北市政府 不被金華集團翻咬一口嗎 這個跟土地有沒有被法院扣押 是兩回事啊 我今天要講的是說 你們一直在所謂土地被法院扣押 這邊來打轉 你沒有去思考行政程序法 本來就賦予你的權見啊市長 議員剛剛提的前提是以起訴 為做一個判斷的標準 但是議員我講起訴有很多種不同的狀況 我也不知道到時候講的關起訴的內容是 我剛剛講的就是起訴書裡面 如果寫到審慶金有行賄 起訴書裡面寫到審慶金有行賄 我今天沒有跟你討論說 議員起訴書裡面寫到審慶金有行賄 是審慶金認罪還是不認罪 收會的是誰 其實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我們沒有辦法讓公務員在這種情況底下去進行判斷 議員我今天只有六分鐘 我不是要來跟你討論這個具體的細節 我是要告訴你一個方向 你們一定是回去開會研議 你有各種劇本嘛 起訴書可能有十七種可能性 你們也要有劇本啊 你不能等到說十月底如果起訴了之後 你研議到明年 那這個就讓我們市民大師所望啊 說要強調的是 你的劇本不能僅限於 所謂土地被法院扣押 所以你只能停止勘驗 還有很多種起訴書裡面可能會寫到的形狀啊 另外還有一點 市長 你現在是台北市的大家長 你知道都市計畫 是你的權限對吧 對 這一次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它是不是走的叫做西部都市計畫 對不對 這你了解吧 那我請問你 都市計畫 台北市政府可不可以自己檢討 可不可以 可以 按照都市計畫法 你甚至要自行檢討耶 每3到5年你就要自行檢討耶 那現在 你看到這個西部都市計畫 金華城有20%容積獎 你已經被監察院糾正了 你覺得這個西部都市計畫 有沒有違法 有沒有違私的問題 有吧 監察院已經糾正你了啊 對不對 接下來法院可能都要起訴啦 那在這過程當中 你可不可以自行檢討 都市計畫 是 跟議員報告 目前監察院的這個調查報告裡面 針對金華城的這個案子 它並沒有明確的指出是違法 它認為是我們的處置是有違私 對啊 有違私啊 所以有違私的部分你可以檢討嘛 我的意思是 法律喔 其實給你很多工具啊 你不要齁 就像坐在黃金上的乞丐一樣 你不知道你有什麼資源 不知道你有什麼權責 身為一世的大家長 你不能夠每天都找保母啊 中央當保母 法院當保母 你要自己有能動性 自己去找法條 看哪一條可以用 把金華城逼出來 讓他必須要跟你妥協 不管我剛提到行任程序法 都市計畫法 這些劇本 你的幕僚單位 你的法務局 你甚至可以去聘請律師啊 來寫出因應起訴書的這些劇本 因為你要交代的對象啊 不是法院 你要交代的對象是250萬市民 如果今天這塊土地 因為100億的不當利益而被扣押 你的責任 就是把這個不當利益追討回來 所以不能夠說凡事被動 凡事都要保母 你才能夠有主見 你自己要有主見 時間暫停 如果想要收看我的質詢影片 或是了解其他時事分析 歡迎追蹤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FB 或是加我的LINE 第一時間讓你獲得最新資訊